法国一战时骁勇善战,二战时却为何不堪一击? 1915年,德国名将冯法基汉,为了打破德军跟英法联军沿德法边境和低地国家对峙的僵局,以及赶走多线作战带来的疲惫,德军决定集中力量先打穿法国,然后再收拾英国、俄罗斯。 而作为法国首都巴黎的门户凡尔登要塞,被预定为了德军击穿法国的主力点。 为此,自1916年2月起,德国皇太子威廉亲率约50个师,人数约百万,约占德军西线总兵力一半的兵力,开始向凡尔登发气猛攻。 与此同时,为了能够击穿凡尔登要塞钢筋水泥构建的战壕、碉堡,负责进攻的德军,集中了1204门火炮,其中包括中重型火炮683门,希望用铺天盖地的火力,吓破法国人的打子。 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德国人,虽然由于兵力诸击见肘,法国在德国进攻的时间点上,只能拿出11个师来防御宽达112公里,重15至18公里的防线。 但是法国士兵并没有丝毫的胆怯,他们拿起枪无谓的冲进战壕,用青色且有丝丝颤抖的手,疯狂射击着子弹,只求不让德国人前进一步,因为他们背后就是巴黎。 他们若失手,巴黎将沦陷,法国将不复存在,法国人民将成为德国人统治下的二等人。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士兵,有着如此坚定抗争到底的决心,仅11个师的士兵,面对百万级德军的进攻,得以扛到了夏天约60个师的援军到来,并成功主导建起了百万人数的防御战线。 随着德军在兵力上已经完全不占优势,以进攻方战损一般高于防御方的战斗定律来说,直接预示着,德军再拿下凡尔登要塞几乎不可能了。 9月2日在德军8月最后攻势失利之后,德国皇帝下面不再进攻,而法军则趁机发起了反攻。 12月11日,凡尔登一线双方的对峙线,完全回到二月战斗开打之前的局面。 战后,统计这场持续约一年的对峙战斗中,双方发射了于4000万发炮弹,战斗伤亡人数达到了近百万,凡尔登要塞因此成为绞肉机的代名词。 而作为战斗最后的胜利方,法军凭借顽强的防御力,得到了世界第一落军的美称。 但遗憾的是,这个美称在1940年被德国人给彻底践踏了。 在希特勒的带领下,德国魔化为了纳粹帝国,他们打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复仇的旗号发动二战, 并在1940年5月10日,向曾经打败过德国的法国发起冲击,并于6月21日,迫使法国当局投降,用时两个月不到。 至于为什么在一战中骁勇善战的法国人,会在二战中如此不堪一击? 最大的原因莫过于落后来打,跟我们中国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落后来打是一个道理。 只不过我们当时思想,武器都落后,而法国人只是思想落后。 二战的战斗开打之初,法国军队坚定地认为,二战一定是战好对峙。 但德国人已经遥遥领先地明白了,运动中坚敌,才是二战该打的战斗方式。 因而在灭亡法国的战斗中,德军完全绕过了,曾经在一战中,让他们蹦崖的凡尔登要塞,以及他的加强版马其诺防线,选择用新型武器坦克的速度,打一个快速突击包抄。 事实证明,这个快速突击包抄是完全正确的。 1940年6月14日,德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法国首都巴黎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